大家好,我是Calvin 好,很高興大會邀請也有一個機會去介紹一下虛擬銀行給在座虛擬線上那麼多位的聽眾和觀眾 好,我們事不宜遲 先簡單介紹一下虛擬銀行其實是一個什麼的東西呢? 其實它是在2017年,是一個Smart Banking的其中一環來的 其實虛擬銀行牌照其實有三個目的就是推動金融科技和創新 為香港的銀行用戶帶來新的體驗 但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就是普及的金融,普遺金融 來到香港每一個市民都可以得到更創新優質的銀行復活 主要的服務對象就是零售客戶和中小企 總共是整個香港暫時有8間發牌的虛擬銀行 直至去年的年底,整個業價加上大約100萬個銀行的帳戶已經開立了 簡單來說,虛擬銀行和一般的銀行都是受著同一套的合規和法則的標準去監管 所以跟一般的銀行是無異的,要說正常 亦都是存款保障委員會成人之一 所以簡單來說,虛擬銀行我們做銀行服務基本上是跟其他銀行一樣 只不過我們的服務渠道就是以數碼或者線上的方式為準 好了,介紹完大的方向之後 我們可以說一下我們CA Bank,中高人行 其實我們是第一間的虛擬銀行 亦都是截至去年 是一個領先的位置在全部的虛擬銀行的市場裏面 我們用戶是超過了50萬 大約開業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無論是存款還是泰國規模 我們都是領先暫時的市場 一個小小的分享 每香港入面的人口 二十至二十九歲的裏面 五位就有一個是CA Bank的用戶 當然,我們覆蓋的年齡層也很闊 我們可以分享一個最年長的用戶 去到九十多歲 即是十八至年長的 現在數碼切到不同的用戶層 都已經不能單單用年齡去界定 其實很多業界、用戶都會可能 評論我們好像很快 好像做了兩年 但好像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事實也是 即是這兩年時間好像過得很快 尤其是COVID的時候 好像特別時間跳得很快 我們為什麼可以做這麼多事 當然由第一間走到第一 這個過程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對我們來說 我們回望過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開業是2020年的3月 那時候是剛剛疫情開始發展 大家都還要適應怎樣工作 從家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個階段 開了第一間的虛擬銀行 直到今天我們其實過去這兩年都轉化了很多 即是無論大家工作模式、用戶的習慣 其實我們每三個星期就會更新我們的額一次 每大約每個月就會出一個新產品 速度會不會是我們可以令到我們由第一間走到第一的呢 我覺得對有一個原因 但它並不是全部 可能它是一個結果 速度是由 我自己覺得是由 團隊 人才 執行力 和公司的文化去組成 其實 後面那張視頻就會說到為什麼 這個速度並不是單一的原因 我相信每一間機構 在現在這個時間 都會覺得數碼轉型是一個 就是必然要走的地方 或者必然要走的方向 都要做的了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可選的 當然是一個選擇 但其實每一個機構都有本身自己的一些 條件 或者它的項目是不同的 所以數碼轉型對某些機構來說 可能是做一個前面 做一個應用 令到用戶的接觸會做得更好 當中有一些會是 不是的 我們銀行界有一個 叫做Legacy System 即是我們很久之前 買了那套機器 我不是一下子可以踢走它換 有很多跑類 有很多成本要控制 可能我們在上高 做一些Integration 這種也是一個方式 但在GA Bank 我覺得很幸運 我們很幸運 可以有一個機會 去由Digital Native 可以出發 就是在2019年我們可以籌備的時候 其實已經由零去搭建一個 比較融合到數碼時代的速度 那個scalability 穩定性 安全性 以及怎樣跟不同的partner去對接 這些考慮可能在早一代的系統設計來說 是未能夠接觸到的 我們是混亂 有很多東西我們有一個空間有力去架構 還有怎樣去匯聚一班人 有同一個mindset去設計整個銀行服務 我們是有一個這樣的 我會覺得是luxury 去令我們revisit 每一樣最基本的東西 所以當然這個過程也是很痛苦的 因為當原來 當每一條水喉 就是打個鼻 原來每一條水喉 扭出來的水 原來扭出來的水 原來扭出來的水 有水出大家都會覺得很開心 但這件事是理所當然的事 的時候 原來我們當中是在做這些底層的工作 其實這些可能很多人都不會懂得做 因為很久沒有去搭建一個這麼底層的工作 但我們當經歷了一兩年的時候 我們發覺起步的挑戰 那個努力是值得的 不知道在座 現在可以檢視究竟在這個階段 但是當這個是一個 我會覺得是一個不貴路 也不是做完一兩年 我們就可以停了 就可以去享受那個投資 也不是創新或者轉型數碼 是一個不停不停要創新 不是要走下去的 因為後面也會說到 我們快了 其實市場也會再快一點 用戶的需求也會再多一點 其實在我們整個設計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機遇 我們可以由零到零去搭建的時候 我們的宗旨會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那個階段很可愛 就是什麼都可以做 想得很豐富 我們什麼都可以想 因為太多的空間 但是我想最後要回到一個 最基本的就是 我們以什麼為的依歸 就是我們選了 都是要回到用戶 就是究竟用戶的需求是什麼 體驗如何可以令到它有一個 回應到剛才推現人行的政策目的 就是一個優化了的創新科技 Fintech experience 所以我們有幾個 譬如即時的消費獎賞 遊戲化的體驗 最重要的是跟用戶走得近些 貼地些 我想現在這件事比較 common 就是我們去做一個產品的設計 流程的設計 而不是在房間裡自己想 而是真的要走出去面對一下用戶 看看社交媒體的留言 究竟他們面對的是什麼 他們不喜歡的是什麼 理解一下消化負評 整個設計是由這裡開始 始終就會有一個目的 我們就會清晰我們這些做的事情 其中一個分享就是 因為今天知道有很多零售商的朋友 我們CA卡其實是全香港最活躍的Visa卡 也是我們暫時零售產品來說 一個比較王牌的產品 一會會講到為什麼 因為這是有故事的 因為我們初頭還沒有一張Visa卡 一會會講一下背後的原因 為什麼 但現在平方的用戶就是每兩天都會拿一次卡 其實香港從來都沒有一張支付卡 當我們決定要做一張支付的工具的時候 我們究竟怎麼想的呢 我們就想了一件事 在香港的市場用戶是很壞的 沒有獎賞的就不會用美的 那怎樣可以令到這件事 又做到用戶又喜歡我們 又有一個價值呢 其實就是我們有一個消費獎項的體驗 其實我們這張卡不是一個定定定的 的rebat 不會說你消費多少就有一個多少%的活陣 我們這張卡很特別的 我們有一個最厲害的獎項計劃 每一個交易都有機會抽到200%的活陣 就是買一千元可以抽到2000元 買一部iPad可能六千元 那可能你會抽到1200元 而這件事不是有一個上限的 是真的有多少人就看你的rebat 去抽籃 我們都是不停地跟別我們的產品形態 由初流第一代是一個扭蛋機 第二代是一個夾公仔 第三代是饅頭 其實我們加了很多遊戲化元素 其實我們看法很簡單 一個遊戲都不可能玩三年 一定要有不同的iteration 有不同的變化 增加新鮮感 增加玩法 令到更加欣賞 我們最新就是有一個二選一的獎項優惠 給大家選擇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也都見到 其實因為COVID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銀行 也是有用戶的群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三年的局面 我們希望透過最近抽這個小小的生態 小小的平台 可以聯繫到合作夥伴 用戶和銀行 我們可以拿到忠誠度 拿到engagement 但是透過每一個交易 其實用戶都會來 然後去參加這個小遊戲 令到一個機會 曖光的機會 令到合作夥伴 可以透過我們這個小平台 精準地去對某種客戶 去增加營銷 可能剛才Ricky說的 Coupon 或者是一些優惠 我們可以更加精準地去送 而最後用戶都開心 這個是令到我們多了 跟不同的夥伴去合作 因為以前可能傳統的機構 可能我合作坊 這個月我最多跟三個合作 就是這樣的合作夥伴 但有了最近抽 其實每一個交易都是一個合作點 我們希望這裡 也都令到我們可以幫助到 更加普衛金融 希望更加多的合作夥伴 一起可以聯手提供到三贏 最後的 其實 Going forward 我們也都希望走到2.0的時代 虛銀的2.0 好像很快的 我們才開了兩年 快就要變 沒錯 因為也都看到我們由 一些一般的銀行服務 譬如支付、存款 我們也都開始提供多些 保險投資的服務 也都有我們的商業銀行服務 其實之前已經開始的 包括數碼的步伐 也都會在今年加強 我暫時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待會有Q&A的時間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多謝